我们每次遇到问题闹矛盾的时候 总是我在吵 他在沉默 到最后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让我感觉他根本不在乎我 心越来越累 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 消费观也完全不一样 每次说他 他都会不耐烦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沟通 关于未来 他也是不确定 总是含糊起词 竟然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我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这么难吗 他见过我的父母 而我却一次都没有见过他的家人 对他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就想知道 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唐 24岁来自四川投资顾位 女嘉宾小程 24岁来自四川主播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刚才这个小片当中大概看了 双方提出了两大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就是关于现在 第二类问题是关于未来 对不对 对 就未来不确定 所以我们先从现实问题开始聊起 好不好 什么情况下推冷暴力 你如何冷暴力 每次跟我吵架的时候 他都会 我在吵 他在沉默 他就不搭理我 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很关心我 有一次是周五的样子 我下午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了 我就给他发微信说 我感觉我有点发烧了 然后他就说 你吃点药呀 然后等我下班回来 我就说好的 然后到八点钟以后 我给他发微信 他就不回了 一直到十二点钟 他才回家 那次是确实加班 然后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 手机就没电了 然后我就没办法联系他 公司一个朋友嘛 就过来说我们一块出去坐一坐 坐一会儿就忘了这个事情了 结果我回过去 你忘了我在发烧了 当时我不知道你发烧了 我给你说我发烧了呀 你给我说了一句 你有点不太舒服 当时我就说 那你先吃点药吧 其实这在我眼里 这不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对呀 是我生病吗 又不是你生病 行 这是第一件事啊 我生病了 你漠不关心 对吧 然后还有一次也是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 那天下午他兄弟结婚 他说他去帮忙 三点钟就去了 到九点的时候 我才给他发的微信 然后他就不回 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人 结果最终呢 还不是在网络打游戏 这次事情就是 下午我不是去帮忙吗 忙到晚上可能八九点 刚好我打算拿起手机 来给他发一条微信的时候 再把游戏开始了 当时打嘛 打到后面回过身来以后 发现已经很晚了 给他打电话过去 然后他直接把我拉黑了 而且后面我在你家楼下 站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你门也没给我开 然后你就一直让我在那站着 那我不是那么冷出去 找了你那么久 我觉得委屈 这两件事我倒觉得 不是说他冷暴力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 就是他挺喜欢玩游戏的 女生心里就要比较了 我们就会因为这个是吵 我就会吵 我吵了他就沉默 对 还有别的事吗 年轻吗 我们贪玩吗 还有就是他 公司有一个女同事 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 他就拿奖金了 要请他吃饭 过生日了也要请他吃饭 我反而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他在我们公司 算是比较优秀的 都是一个小组的 大家一块去吃个饭 然后当时我还是 征求了他的意见的 然后他就给我整一句 你想去你就去吧 然后当时我就知道 他生气了 我回去以后 跟他说话 他就不理我 然后我就不知道 怎么办吧 我去也不行 不去也不行 那我索性就 不跟你聊天了吧 然后我们聊 因为那件事情 就僵持了很久 那天星期五 中午的时候 我就问过你了 晚上有聚餐吗 你们团结吗 你说没有 回来陪我 然后你后面又发短信的 发消息说 说他要请你吃饭 他发奖金了 你不是都已经 答应好我了吗 你如果不想去的话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那我不是没有去的 哎呀 可天哪 你靠想象谈恋爱吗 孩子 那你是想让他去 还是不想让他去 我不想让他去 因为他已经答应我了 那你直接说过就行了吗 猜来猜去的干嘛 这恋爱谈的 跟捉迷藏似的 第二次他那个女同事过生日 就给人家送了个生日蛋糕 那我过生日 也就给我送了个蛋糕 这个想说明什么 我愚钝啊 说明我跟他女同事的 待遇是一样的呀 怎么回事 两个人送的是一个蛋糕吗 不是送的是一个蛋糕 因为那天的话 就是公司同事 我看其他人 都给他送礼物了 我就想要不然 我就买个小蛋糕吧 就买了个小蛋糕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一声 他就说那你就去啊 其实有很多人 有很多男的 只有一两个女的 就那样子 他就以为是我 单独给那个女的 过生日去了 然后后面每次都是这样 一回到家 他就不说话 然后我安慰他几句 我给他说几声对不起 然后他就不讲话了 到后面 他开始吵吵闹闹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 怎么跟他说 因为我感觉 我自己也没做错什么呀 他为什么要那个样子 他还自己跑出去喝酒 我六点多出的门 八点多就到家 他是大晚上的跑出去 然后一两点了 他一个女的喝成那个样子 在家吐一晚上 这日子过的呀 这恋爱谈的呀 行吧 我想这个女生所谓的 这个冷包里和不关心 我就听到这儿了 好吧 男生说消费官吗 消费官怎么不一样 因为我从小呢 家里边就让我稍微节俭一点 他呢双十一的时候 就是买了一两万块钱的东西 过生日他也买了很贵的包 我就觉得这个和他的收入是不成正比的 我双十一买那么多东西 又不是给我一个人买了 我不是给你也买了吗 不是给家里面也买了吗 还有我过生日我买个包 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但是你也得留点积蓄吧 你也得为未来考虑一下吧 你有积蓄吗 不是 我有没有积蓄 我钱我花到正点子上了 你花到哪个正点上了 那我平时吃饭啊 我们天吃下去 我没钱吃饭了吗 我没说你没钱吃饭 那你得省一点 你把钱全都买那些东西 你就不能随便买个便宜点了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了啊 问一句啊 你们俩这钱伙在一起吗 还是各花各的 各挣各的各花各的 但是有时候又是一起用的 谁挣的稍微多一点啊 我 行 这问题咱们翻篇啊 消费官的问题 没法聊了这事 说未来吧 男生说见了你父母 你没见他父母 对对对 我不光是没有见他父母 他父母的话 连我们两个在一块 谈的这件事情都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见过我爸妈 都几次了 就有些时候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很难党 你想说明什么呀 因为一段感情嘛 两个人在经营的话 如果想要长期走下去 那肯定要让 彼此的爸妈都清楚一点了 我也不是不告诉我爸妈呀 我爸这次来成都 我让你去见他 你不是不去吗 我当时在甘肃那边的时候 他不是 我当时准备好了 你们让我去 然后你爸这突然来了 你又让我去 他妈就经常给他介绍对象 还有他阿姨啊那些人 我感觉看着就很烦 我不是都没有理吗 我不是都拒绝了吗 但你拒绝了你也没有拿出点实际的行动了 咱俩一个是南方的 一个是北方的 我每次都在问你 你现在是跟着我到成都来发展了 那你以后呢 你以后是要继续留在成都跟我一起 还是要回你的家那边去 如果你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觉得我不太能给我父母姐 那你要这么说 那我跟我爸妈都是怎么争吵的 就因为你这个事情 其实我跟你去成都 不是他们预想的那条路啊 我跟你去成都 我也是跟他们吵了好几次 但是我是想跟你在成都好好待着 我也是在尽力做一些事情 我插一句嘴行吗 因为读男生资料的时候说的是四川 但是男生说话西北口音很重 你到底是哪人啊 对 我是四川人 但是我从小的话就是在甘肃那边 那你指的到成都去是指什么呀 我指的到成都是因为 他本身就是很喜欢成都嘛 因为他家也是四川的 他打算在成都发展 然后他就希望我跟他一块过去 那你本来是在什么地方的 我本来是在甘肃那边 你现在是追随女方去了成都工作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就听明白了 这不是跟你去了吗 还问什么呀 那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一直待在这儿呀 我不知道他突然哪一天就跟我说 他要回去了 那我怎么办呀 家里边还有你这两边把我逼得我 真的有些时候都不知道怎么 你家里人想让你去哪儿啊 我家里人他们在那边有一点自己的事情做 在甘肃啊 对对对 好 本来我家里是希望我留在那边做自己家的事嘛 然后我就考虑到他这边 然后就跟着他过来了 他后面就隔三差五的就问我啊 你以后会不会在成都安家啊 你们到了那个阶段了吗 没有吧 对啊那你早逼着人家说你未来在哪儿干嘛 这姑娘也是 见过他父母吗 见过 见过 见过几回啊 两回 你父母对他印象好吗 我父母其实他也就看不惯我们两个 因为我们两个在家里边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点懒 你们俩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俩一直因为一些事情 我在吵 他在沉默 然后这些事情就永远都解决不了 那你们俩讨论过分手的一个话题吗 分不掉呀 是谁不愿意分啊 都不愿意 那没听到你们这个情感里面有什么 特别让人向往的部分啊 其实我这边的话 很多小事虽然说就是他在那吵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不是要到什么地步一段感情 可以分在你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比如说我出轨或者他出轨 这在我眼里算是大事 然后他那边的话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一直跟我吵 我今天确实也是不起勇气了 说这些话 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你平时倒是不说 不是 你喜欢她什么呀 姑娘 长得帅呀 那你喜欢她什么呀 其实对我还是挺不错的 那你打个游戏都不敢告诉人家 他就是不说呀 对吧 他为什么不说 我就问男生嘛 为什么不说呢 我就跟他交流过这个事情 我说我也没有经常去上网 只是偶尔去一下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点自己的时间 他说可以 然后去了可能有两三次吧 然后给他说了 他还是生气了 所以说后面我就索性就不告诉他了呀 所以女生你注意到没有 就男生用了一个词挺准确的 就是我在爱情生活当中 我需要自己的时间 我挺给他自己的时间的呀 我只是想让他 在他失联之前跟我讲一声 他干他自己的事情都行的 可他不这么认为呀 就像他认为你们的感情 还没什么大事呢 他就小吵小闹呢 其实在你心里可能这个事 已经很大了吧 所以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间 先说第一点 你们无法沟通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会无法沟通呢 男生觉得跟女生说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然后女生觉得 我自己说了那么多 你也不听我的 因为你们一直就处在 一种各执己见的状态当中啊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 都不愿意为了彼此 去放下一些自己的执念 愿意为了彼此 我稍微地站在你的角度 考虑一下 打游戏这件事情 女生觉得 我没有限制你的自由啊 可是你表情上 你的状态上 你表达出来的语气话语 你就是在限制她的自由 你去吧 去玩吧 那你觉得她能高兴 或者说安心地去玩吗 如果你换一种说话语气 好 我在家等你好好玩 然后记得给我回复一个电话 或者回复一条信息 当你换一种交流的方式 和语气的时候 她可能真的就会在玩 开始一局游戏之前 想着 哎呦 出来玩游戏了 我得告诉她一声 那男生也一样 如果你站在女生的角度 想一想 你游戏开始的那一分钟 那一秒钟 你就晚进去那一下 给她发一条语音 一秒钟 我开这一局了 她就会心里安心踏实 所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状态就是 谁都不愿意 先迈出这一步 那女生更明显一点的是什么 你一定要在这段感情当中 占主导位置 你的控制欲和占有欲 非常的强 我一直在说 女生不要潜意识里面 一进入一段恋爱的时候 就觉得 我一定是她的全世界 我一定是她的中心 然后就会自动地把自己的生活 也变成了 全部是这一个男人 全部是这一段感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定会在 这段感情当中受伤害 因为你用心地去想 你怎么可能是她的全世界 一定不可能 她也不可能是你的全世界 当你如果生活当中 充斥的只有她的时候 你每天可能 关心的事就那么一点 最后 我想跟女生说一句话是什么 不是爱人不可爱 可能是因为 爱人没有按照 你想要让她爱你的方式 来爱你 所以如果想要 做公主的话 请先扔掉你的公主病 然后再去想 怎么让全世界都能照耀我 感觉到你们俩现在 虽然貌似是在一起 但是心病没有 完全地贴在一起 其实她不太懂你的 而她给你的感觉是说 她其实随时可以走 因为她有很多的 不确定的因素 比如说 即使你愿意说 把自己的 女朋友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貌似意味着说 今后我们是可以 走在一起的 但是 女孩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 她母亲还在 给她介绍对象 好像她也的确是没去 但始终留了一条后路 包括在一些消费观上 其实你是不认同的 比如说 为什么这么大手大脚 但女孩很快说 这是我自己的钱 我这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买一次包散了 种种的观念的不合适 导致男生 内心里特别不服气 但卖带的很无力 无法说动物 甚至于我自己去打一打游戏 你都不乐意 虽然女生是说 你告诉我你就可以去 但你也知道 你告诉她 她不痛快 你也不痛快 所以呢 就发生了所谓的冷战 通常冷战的发起者 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处于弱势的那一方 但是恰恰 弱势这一方呢 内心其实很固执 不认同你的事情很多 但是她又无法说服你 好 那我就宠罚你 冷战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沉默的惩罚者 他就是在打击你 这种其实对感情的伤害 是最为严重的 但这种严重的情况下 女生呢又不太确定 未来是否能跟你在一起 因为你这种冷战力 的确是伤到她 所以说她就不敢把你 介绍给自己的父母 女孩呢又试图 能够掌控你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么发展下去 一定是无疾而终 而男生呢 有些话其实是必须要说的 不说 你的心里是难受的 不说对方是不能理解的 冷战是最伤 两个人的感情的事情 千万不要冷战 就这样 好 谢谢 看起来是女生 步步挺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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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关键 不再向你打开 她渐渐地内心的话不太想跟你说了 当隐藏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也就只剩下盛气凌人了 所以聪明的女人基本上不会这么干 不要因为自己面前的这个男人处处都怕自己 你就得意了 而恰恰相伴 当你们长期处于一种这种状态的时候 第三者就很容易介入 如果此时此刻在男生面前出现一个 比你更温柔 更善解人意 不会用这种口吻去跟她说话 而是处处能够体现她的一种自尊的感觉 她会选择另外一个女人 你信吗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她的性格能温柔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到这些事情可以明确一点 我感觉有些小事我和你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就闹得很大 所以说有些是我不想回答你那些问题的 如果我们两个人就是要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在争吵了 大家都珍惜一下这段感情 就是我也会尽量改一下 有什么事我们两个多沟通就好了 梦里挂念的又是谁 有谁会在乎我 好时间到啊 来两位打开你们爱的记忆箱 看看箱里藏的是什么 来吧 男生在记忆箱里放的是一个打火机 是为什么 他送给我的礼物 我平时的话不管是工作还是和朋友出去玩 我都会把他放在身上 其实每次跟他吵架 吵完以后我都会拿起这个打火机 其实我就会想到他 其实感觉还是希望我们两个不要一直在争吵 因为这样的话会让我们新的距离越来越远 就是要把定情之物还回去 既是一种这个警告 可能还有一些期许在里头 女生呢那个箱子里放的是什么 男生给我们看一下 是一块表 这表是 那个表是我一直戴着的表 我放那个手表呢就是想告诉他 那些我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跟他冷战 我难受的时候 我希望他能感同身受 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难受 我数着时间一分一秒 我一个人有多难啊 谢谢两位的分享 来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看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 请开门 每个人都珍重 你都珍重 我们都珍重 去连托 你都珍重 你都珍重 我珍重 你都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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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珍重 这是什么 这就算吵闹得最高境界了 你们下一步可怎么办啊 好好聊聊吧以后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两位小朋友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希望我们两个以后就好好的吧 我们两个人也不要再因为小事争吵 这样越吵 我们心里边隔阂越严重 我就真的不知道能坚持到哪一天了 真的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 压拜我 我爱你啊 我也爱你 请两度啊 谢谢两位